大家好,我是小伟,今天咱们继续说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死咒》 南宋临安府风波亭事件十余年后的一天上午,秦桧突然心血来潮,乔庄成一个算命先生,玩起了微服私访 他想看看岳飞死后这么多年,临安城的百姓是否还耿耿于怀 街道上人来人往,泛夫走足商家过客,都在为了生计奔波忙碌 再也看不到当年,街头巷尾都为岳飞叫冤喊躯的景象 中午时分,秦桧鸡肠碌碌,便拐进了街角一家冷清的小店 落座后,秦桧点了两道菜,一个烧鸡,一个芹菜炒肉 谁知店家一听要吃芹菜炒肉,盯着他看了半天 瞧着秦桧心里直发毛 店家满脸疑惑的问,听客观口音很像是本地人 那为什么还要点芹菜炒肉这道菜呢 秦桧见事有蹊跷,随口撒谎道 我老家在临安,这些年到外地云游,刚回来不久 不知道其中缘由,愿闻其详 店家见他说得滴水不漏,应了一声后,咬牙切齿的骂道 这事儿跟秦桧老贼有关 自从风波亭残害抗金英雄岳飞父子后 临安城的百姓无不想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 可老贼手握大拳高高在上,又有重兵把守 谁也奈何不了他 因为秦菜姓秦,大家谁也不愿意吃他 饭店也就没有人卖这道菜了 要不是你刚从外地回来,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秦桧一听,暗暗心惊,虽说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临安城的百姓仍然对他恨之入骨 面对店家滔滔不绝的咒骂,因为孤身一人 他不敢造词,只能捏着鼻子随声附和 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他哪能心肝呢 饭后,他灵机一动,压低声音对店家说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学了一些奇招异术 既然你这么恨秦桧,现在我交给你一个法子 可以让他死于非命 店家一听,马上来了精神 说只要把方法交给他,饭钱就免了 秦桧心中暗喜,信口开河道 西南有种毒咒,在谁身上下咒 只要用面仁捏成他的模样,然后放入油锅里炸 只要炸够九九八十一天,他就会一命呜呼 店家大喜,不停的道谢,并拿出银两赠送 秦桧哪里把这点碎银子放在眼里 一边推辞,一边试探性的问道 你知道秦桧长得什么样吗? 如果面仁捏得不像,死咒就不会灵验了 店家听后连连摇头 一看店家不知道秦桧模样,他心里就有了底 便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看你下周心切,我索性好事做到底 前几天有幸进秦府算命,见过秦桧里面 平日出算命外,我还喜欢丹青 现在我就把秦桧的样貌画出来 店家二话没说,进屋取出了文方四宝 秦桧很快就画好了一幅人像 不过这个人可不是他,而是朝中跟他意见不合的官员刘成 他一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虽然死咒是胡乱编的,可他依然不想犯忌讳 晚上秦桧坐镇丞相府,招呼几个得力的干将 让他们去林安城街头查问 只要谁家卖油渣面人就偷偷抓来 他要让那个辱骂他的店家吃尽苦头 两个时辰后,秦桧正等得不耐烦 几个手下气喘吁吁的空手回来复命了 手下办事不力,他大发雷霆 问是怎么回事 手下战战兢兢的说 林安城几条街上的小店里 很多家都在卖油渣面人 还起名叫油渣慧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该抓之人呢 秦桧听后目瞪口呆 他本想玩个聪明手段 把店家抓来治罪 没想到一个下午到处都有油渣面人 真是聪明反辈聪明物 油渣慧不就是油渣秦桧吗 这么多人咒他死 他觉得有一股怒气直冲头脑 顿时两眼发黑 要不是手下身手敏捷 他真可能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油渣慧面时就在林安城大街小巷 流行起来 秦桧一听这个名字就会心惊肉跳 好在当时画像上不是他 多少让他心安一些 转眼过了两个月 这几天秦桧正为朝中之事烦躁不已 官员刘成处处跟他对着干 一些贿赂过他的官员迟迟不能升迁 弄得大家怨声载道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宋高宗赵构对刘成又十分的赏识 弄得秦桧在朝堂上没了面子 任其发展他很快就会失事 当务之急就是找个借口 拔掉刘成这个人刺 这天早晨秦桧正准备更衣上朝 管家急匆匆的跑进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嚷道 老爷 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刘成 刘成死 死了 死在了早朝的路上 秦桧听后大喜 可又有些不太相信 昨天上朝时还跟他较劲 身体好得不得了 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朝堂之上 众大臣都对刘成猝死之事 议论纷纷 都说他死得蹊跷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秦桧掐指一算 刘成的死期 距他微服私访 正好81天 难道冥冥之中 真有扎面人的死咒 虽然从他嘴里说出去的 可现在自己也弄不清真假了 不管什么原因 刘成死了 心腹大患已除 秦桧偷偷在家 大百言习庆贺 为了验证死咒是否灵验 几天后 秦桧再次微服私房 如果真的灵验 以后再铲除朝中一级官员 就一如反掌了 这次出门 秦桧改变了形状 为了安全起见 他扮成了一个商人 带着两个武功高强的护卫 选择了一条跟上次完全相反的路 天晋中午 秦桧一行人进了一家清静的小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店家捧上一盘油炸会 秦桧看后眉头一皱 说没点这个东西 店家笑着说道 这东西是免费的 吃多了还有奖励 多吃一个就会多炸一个 杀害英雄的卖锅贼 就会少活一会儿 手下刚想发作 被秦桧一把拦住 秦桧并没有生气 拿起一个油炸会说 你这油炸面人的死咒 根本就没有用 知道为什么吗 店家被他说得一愣 直愣愣的看着他 秦桧见此人已经上钩 捋着胡子说 你捏的面人根本就不是秦桧 我这里有他的画像 你好好看看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张 早已准备好的画像 店家手持画像 一再向秦桧道谢 并且免了他们的饭钱 回去的路上 护卫不明就里 问他为什么 给这些刁民画像 秦桧大笑着说道 那画像是第一个 做油炸会的人 让他们互相诅咒去吧 转眼又过了81天 这期间 秦桧早就派人打探到了 第一次去吃饭的店主 叫王大宝 原是北方人士 差点被金兵所杀 岳飞对他有救命之恩 死咒期限到了 中午时分 秦桧化妆成一个行医的郎中 带着两个家丁去了王大宝的小店 今天他要亲眼验证 死咒是否灵验 秦桧和家丁一行走进小店 王大宝热情招待 并给他们奉上了可口的饭菜 吃饭时 他不停的偷眼观看王大宝 可王大宝生龙活虎 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 一顿饭整整吃了两个时辰 最后一道免费的油渣会上来 面人还是留成的模样 秦桧迟迟不见王大宝有什么异样 只好结账走人了 刚到街上 身后就传来王大宝的喊声 客官请留步 秦桧转身 王大宝急步追上 手举着几枚铜钱说 客官对不起 多收了您四文钱 话音未落 人就来到了面前 秦桧刚想开口 王大宝突然步履亮枪 他大声喊道 秦桧 他就是秦桧 话没说完 身子往前一扑 整个人扑通一声 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手中的铜钱也洒落一地 两个护卫大惊 急忙围过来 一人挡住秦桧 一人对倒地的王大宝 拳打脚踢 可惜王大宝已经一动不动了 秦桧喝住打人的家丁 翻开王大宝的身体 叹了叹他的鼻息 只见他满脸乌青 嘴角流血 已经断了气 周围的人围了上来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有人突然喊道 他就是卖国贼秦桧 杀了岳元帅的坏种 看到群情激愤的百姓 秦桧哪敢久留 在家丁的保护下 他钻出人群 灰溜溜的逃回了丞相府 王大宝的死 给秦桧的震动很大 他非常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编造死咒 如今他面相已露 八十一天后 死咒就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岂能不担心呢 把眨面人的人全抓起来 可临安城这么大 如何能抓得完呢 秦桧权力再大 他也不敢乱来 毕竟上头还有皇上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他的恐惧与日俱增 两个月后 他病倒了 即使是太医 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八十天还没到 他就撒手人寰了 秦桧死讯传出 临安城内一片欢腾 当晚很多人聚集到西湖旁边的岳王墓前调眼 其中带头的就是王大宝和他的表弟 也就是秦桧第二次私访的店主张清源 临安城的百姓无不痛恨秦桧 听说眨面人的死咒纷纷效仿 秦桧第二次私访拿出的画像 张清源一眼就看出是表兄王大宝 秦桧死后 他找到了表兄 二人分析提供画像的人就是秦桧 而且看出他对死咒半信半疑 于是就利用一种能炸死的药物 跟街坊邻居一起 合眼了一出精彩的剧目 活活的吓死了秦桧 秦桧死了 他不知道字边的死咒阴差阳错的吓死了自己 也没弄明白刘成死于心脏疾病 只是一种巧合 更想不到的是 一句谎言创造了流传千年的美食 炸油条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说完了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